监视器画面拍下 惊险瞬间一辆电动公车 在十字路口左转时突然爆冲 先是冲撞前方一辆汽车后 这辆糟撞白色轿车 又冲撞前方另一辆汽车 当时发出巨大声响 附近居民都吓坏了 蛮大声的 所以就声还蛮吓一跳的 从那边转转过来 然后看到的时候 已经是跑到最前面去的 19号下午4点多 台中松竹路二段跟北屯路 发生重大连环车祸 肇事的电动公车司机 当时正要把车开回公司 准备检修 却疑似刹车失灵 造成连续冲撞事故 是一位65岁的司机 他在驾驶电动客运的时候 他自称发现刹车 还有失灵状况 他为了当下 顾及他吸引人的安全 于是他试着 透过驾驶车辆 沿双足路的中央分割岛 进行擦撞 试图要让车速减慢 但是车辆还是不断行驶当中 波及到了五台的自巧克车 造成所谓的五人受伤 公车刹不住冲撞多辆轿车后 滑行三百多公尺 直到松竹路和辽宁路口 才停下来 直接安全岛都是擦横 两个路灯的灯壳 也被撞到碎裂 65岁的公车司机没有酒驾 车祸总共造成三男两女受伤 幸好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目前已经扣押 造势公车进一步厘清车祸原因 记者综合报道 请 Adrián , 原判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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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